冰冷的停尸间里 赫然摆着五具年轻女孩的尸体 他们都是被同一个凶手先奸后杀的 其中最惨的一个女孩 身中二十八刀 双手粉碎性骨折 更变态的是 凶手割掉了五人的胸部和下体 如此残忍的案件 连从井多年的大增也是第一次遇到 据调查 五个女孩同属于师范大学计算机系 唯一的交集就是都去过学校的家教市场 警方怀疑凶手是以找家教的名义 骗取女孩们的信任 从而将他们残忍杀害 由于本案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上级要求重案组限期破案 但这个凶手十分狡猾 作案手法干净利落 没有给警方留下任何线索 大增觉得此人还会继续作案 他在短短一个月内间杀了五人 十有八九已经杀人上瘾 而且这人可能就隐藏在校园里 当前最好的办法 就是放出鱼耳 吊他上钩 警花小月主动请应 整个重案组就他年纪最小 气质和样貌也都符合 只需要稍微乔装打扮一番 活脱脱就是一女大学生 商定好作战计划之后 小月就以转校生的身份 住进了师范大学 宿舍里还有一个叫小姿的女孩 两人都是计算机系 为了保证小月的安全 大增在对面楼24小时监视 小月很快和小姿熟络了起来 她表示自己家里出了点状况 想去做家教赚生活费 小姿在这方面是老司机 她领着小月直奔家教市场 途中还传授了不少经验 说是市场 其实不过是一处角落 大学生们汇聚在此 雇主则根据需求来挑选 很快一位妈妈找上了小月 她想给儿子找个家教 但小月看她并不想协败 就随便找了个理由拒绝了 这天小姿去上选修课了 小月则趁机来汇报工作 她在家教市场混进了好几天 都没有找到可疑人物 看来这将是一场持久账 大增这些天也没闲的 除了监视之外 她还研究了五个死者的资料 想从中找出一些共同点 遗憾的是并没有什么发现 小月听后拿过资料看了看 发现几个女孩的生日很接近 不是三月就是四月 这让她想起了小姿谈过的星座 说不定这就是女孩们的 又一个共性 也是凶手选择作案目标的参照 想到这 小月立即前去找小姿 这回小姿还没有下课 小月只能在门外 悄悄给她试眼色 小姿本想偷偷溜出去 却被教授逮了个阵阵 这个教授还挺幽默 她以为小姿是去会男友 所以调卡了几句 小心一点啊 爱情会让人受伤的呀 不是老师 是个女孩 好不好 抓紧点 我们等你回来再讲 行吗 教授怪里怪气的话 让小姿十分尴尬 两人来到教学楼外 小月拿出一张纸条 上面记录了五名死者的生日 她谎称这些都是自己的朋友 想让小姿帮忙看看是什么星座 小姿对这方面很有研究 一眼就看出五人都是白羊座 凑巧的是 小姿也是白羊座 还有更巧的 连小月也是 五名受害的女孩都是白羊座的 这一发现会给案件带来怎样的进展呢 这个男人神情猥琐地看着眼前的美女 甚至还恶心地舔了舔舌头 在确认女孩是他喜欢的类型后 男人下车静止走了过去 身为人民警察 小月一眼看出男人不是好东西 很可能就是他们在找的变态杀人狂 于是跟着他上了车 并立即打开了定位跟踪器 大曾接到信号后 立马出发跟上去 男人自称黄哥 是本地的一名商人 他很快将小月带到一栋别墅内 家里还配了保姆 一看就是有钱人家 在二楼的阳台坐下后 保姆很快端来两杯喝的 小月毕竟不是单纯的大学生 他担心饮料里面有东西 便提出换一瓶罐装的 男人听后非但不生计 反而夸起了小月 好聪明 我就喜欢这种聪明女孩了 哎呀 只可惜啊 现在这种聪明女孩 很难碰到了 寒暄一番后 男人露出了真实面目 他可不是想学电脑 而是想包养小月 你这么做我不太好吧 我 我怎么不对了 你听我说啊 我老婆在国外 她老不回来 哎 我这方面的问题 我总该解决吧 哎 我又不是个和尚 你说呢 啊 以你的意思 我应该是花个五块十块的 啊 到歌舞厅买张门票 进去以后呢 是找一个老女人 哪黑就往哪钻 又啃又摸的 过靶子干也 正儿八丁的老爷们不干的事 啊 还有些男人 还有些男人就是花个百八十块的 到那个桑大房找小姐什么的 这事我也不干 一 不安全 啊 我丢不起这张脸 二 太脏了 真的 这你也知道啊 为了突一时之快 再再染个什么要命的病 花不着 好家伙 这真是无耻透顶 把一件龌龊的事情说得那么高尚 她还炫耀说之前就找过很多女大学生 这让小月更加怀疑起了她 为了套出更多信息 小月假装同意她的要求 并问她之前都和哪些大学生好过 男人说有一个叫张薇的她印象比较深 本来那女孩很讨人喜欢 可她好像有一个很厉害的男朋友 限制了她的校外活动 说完 男人还问小月认不认识她 小月摇了摇头 但手已经放进包里通知大增 张薇其实是最后一个遇害者 既然眼前的男人认识她 那嫌疑就更大了 就在男人以为自己掉棒成功时 迎接她的却是一副冰冷的手铐 这时 小子打来电话 说又有一个帅哥想找家教 小月觉得这人也挺可疑的 便一口答应前去硬片 面对审讯 那个黄哥吓得直哆嗦 她承认自己想和张薇发展 还送了她一部5000多的新款手机 可到了关键时刻 张薇的男友发来了传呼 当时张薇看起来很害怕 黄哥也是体面人 对方不愿意她也就不强求 想着等下次有机会再说 之后她就开车将张薇送走 又叫了另一个大学生来家里 我今天跟你说的话 如果有一句 如果有半句是假的 你现在就把你枪拿出来 现在就把我崩了 现在就把我崩了 真的 我还是那句话 你说我人品不好 我是色魔还是色胆包天 我都能承认 但是如果说我杀人 真的我没那个胆 真的 随后警方做了核实 那天黄哥送走张薇后 却是和另一个女孩在一起 她没有作案时间 而且据她回忆 当时张薇让她开到了郊外 好像是一处废弃工厂附近 说是男朋友在那等着 不出意外的话 张薇很可能就是在那里遇害的 与此同时 大增将小月送到了客户楼下 为了安全起见 她就在车里候着 小月上楼后敲响了客户家的门 没想到开门的竟是那个师大的教授 教授很热情地将她请到屋里 说自己是想给孩子找个家教 虽然她身为教授 但她教的是汉语 对于电脑是一窍不通 小月看她慈眉善目的 压根不像是杀人犯 所以就找了个借口想推掉 教授当然不同意 但又拗不过小月的坚持 便让她喝杯水再走 小月接过后毫无防备地喝了一口 丝毫没有注意到教授那邪恶的眼神 走到门口时 教授假装忘带钥匙 让小月等她一会 大概五分钟后 小月感觉头昏脑胀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吓了药 在晕倒前的最后一刻 她艰难地被大增发起了信息 这个猥琐的教授迷晕了一女学生 她双手止不住地颤抖 轻轻抚摸着眼前的游物 就在她准备下一步行动时 突然发现女孩的背包有些不对劲 打开一看 里面竟藏着一个定位器 教授立马意识到 这女孩的身份可能不简单 同一时间 接到求救信号的大增火速跑了上来 她敲开了教授家的门 满屋子搜寻小月的身影 但就是什么都没发现 大增历声质问教授 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孩 教授脸部红心不跳的回答没有 不得不说 这家伙的心理素质是真强 大增掏出定位器 发现小月的位置在快速移动 很可能是被凶手转移了 她立马跑下楼 一脚地摆油追了上去 并通知其他同事一起跟踪蓝姐 殊不知就在她离开后 教授迅速从水表房里拉出了小月 当她意识到这女孩不简单时 立马就将人给藏了起来 小月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在一处废弃厂房里 身上的衣物也被退去打扮 一起被绑的还有摄油小资 原来小资早被教授给绑了 还逼着她将小月引来 小月毕竟是卧底警察 冷静下来后就安慰小资不要怕 肯定会有人来救他们 这时老头推门走了进来 她十分得意地走到女孩们的面前 小月质问老头 为什么身为一个大学教授 竟干出这等丧尽天良的事 老东西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掏出了一张名单 上面记录着她要猎杀的目标 她说加上小月和小资 一共就杀了七个了 而且她还会继续杀下去 直到杀完身边所有白羊座的女孩 原来这个变态的老婆跟人跑了 她老婆就是白羊座的 所以她得出一个结论 白羊座的女人 没有一个好东西 都该死 其实她老婆的背叛只是导火索 而且那个女人去了美国 老头也无计可适 真正引爆她的 是张薇的再次背叛 当时老头好不容易振作起来 还鼓起勇气和张薇走到了一起 可没过多久 张薇就傍上了一个姓黄的大宽 还嘲讽老头那方面不行 老头这下彻底爆发了 一怒之下就将张薇给杀了 并残忍地割掉了她的胸部和下体 凑巧的是 张薇也是白羊座 这让老头对白羊座女人的仇恨达到了极点 在张薇之后 她又杀害了四个白羊座的女大学生 变态地割掉了她们的下体和胸部 另一边 大曾一路狂飙终于追上了定位器 但车里车外都没有小月的身影 只是在车顶上找到了遗弃 大曾这才意识到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情况万分危急 小月随时都可能丧命 刑警的直觉告诉大曾 黄哥交代的那个废弃工厂可能有情况 于是他果断上车直奔那里 老头这回还在向小月学扬 他已经列出了三十多个白羊座的女孩 我告诉你 我现在杀人上瘾了 这里面还有几十只小白羊 我想慢慢地一个一个地把他们干净 我告诉你 压根就不应该有什么白羊座的人 上帝也不应该造出这种人来 我要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杀掉 我再也不让这些玩意儿活在这个世上 胡说八道一大堆后 老头开始了虐杀行动 他将小月推到电锯台上 歇斯底里地让他大叫求饶 以满足他病态的心理 小月不会是人民警察 都到了要命的时候 他硬是一声不吭 千钧一发之际 大曾终于赶来救援 他眼急手快 左手扔出提包卡住锯子 右手果断开枪击毙老禽兽 至此 这起连环杀人案终于告破 凶手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 就是出门在外一定要有安全意识 老话说得好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一定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 尤其是女孩子们